《马太福音》第52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马太福音》15章29到39节 医治与供应的主 耶稣离开那地方 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 就上山坐下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 带着瘸子 虾子 哑巴 有残疾的 和好些别的病人 都放在他脚前 他就治好了他们 甚至众人都稀奇 因为看见哑巴说话 残疾的痊愈 瘸子行走 虾子看见 他们就归荣耀给 以色列的神 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怜悯着众人 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 已经三天 也没有吃的了 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 恐怕在路上困乏 门徒说 我们在这野地 哪里有这么多的饼 叫这许多人吃饱呢 耶稣说 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 有七个 还有几条小鱼 他就吩咐众人 坐在地上 拿着这七个饼 和几条鱼 注谢了 剥开 递给门徒 门徒又递给众人 众人都吃 并且吃饱了 收拾剩下的零碎 装满了七个筐子 吃的人 除了妇女孩子 共有四千 耶稣叫众人散去 就上传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这段经文 记载耶稣所到之处 就施行医治的神迹 使神得着极大的荣耀 不仅如此 三十二节耶稣说 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 可见耶稣希望我们活得健康 富足 好让神得着荣耀 耶稣来到世上 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使我们因祂的宝血 罪得赦免 能与天父和好 而我们也当知道 祂的恩典是何等丰盛 因着罪的解决 我们也从咒诅中得释放 能得着神丰盛的福分 因此耶稣来 带给我们的 不仅是灵魂的释放 祂也要把我们从疾病 和贫穷的咒诅中释放出来 好让神得荣耀 拔不得今天教会 能如同耶稣一样 我们不仅被神使用 使人从罪中得释放 我们也求主使用我们 让人因教会 从疾病、贫穷 及恶者的捆绑中得释放 愿主照着运行 在教会中的大能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使祂在教会中得荣耀 愿我们能看见 更多身心灵得释放的人 愿我们能看见 更多人因着耶稣 从贫穷得释放 那么教会应当如何行 好让神在教会中得荣耀呢 第一 我们要常凭着信心 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三十节我们看见 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 他们不是自己来享受而已 他们很热心地 把一些有需要的人 带到耶稣的面前 是的 弟兄姐妹 让我们也学习 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也能把一些有需要的人 带到主的面前 并且让我们相信 耶稣能在他们身上行大事 第二 我们要养成信心的习惯 我们看见耶稣不断地 在训练门徒们 养成信心的习惯 因为人太容易 一直用理性来衡量 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和问题 求主也帮助我们 养成以信心 来面对 遇见问题时的习惯 好让神迹 能因我们的信心而发生 主啊 愿你的教会 是大能的教会 是能使人从罪恶 疾病 贫穷的捆绑中 得释放的教会 导读神的话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拆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阿们 感谢天父 主啊 你的灵在我的身上 阿们 所以是我相信你的灵 用你的高来高我 谢谢主 好叫我能够传信息给谦卑的人 阿们 是的主啊 我赞美你 因为你主耶和华的灵要浇灌在我身上 阿们 你主耶和华的灵要大大的充满我 阿们 因为你用高高我了 阿们 哈雷路亚 是的主耶稣 我是被你所拣选的 阿们 你用高高了我 阿们 主啊 我赞美你 因为我是被你所拣选的 主啊 你的灵在我的身上 主啊 你的高游也在我的身上 阿们 以至于我可以 从你而来的能力 力量 去把你的好消息 传给那谦卑的人 阿们 是的主耶稣 求主你的圣灵来充满我 求你的高游来涂抹我 阿们 主耶稣 叫我能够得释放 让我能够勇敢地 传讲你的好消息 给谦卑的人 阿们 主耶稣 求主你猜浅我 去能够医好那些伤心的人 成为众人的医治 成为众人的祝福 阿们 是的主啊 你的灵浇灌在我的身上 叫我在你的里面 我可以去医好那伤心的人 主耶稣 在你的灵里面 我还可以宣告 被掳的人要得释放 在你的里面 是有自由的 阿们 主啊 我们在你的里面 是有自由的 并且主 我们知道 我们是被你所拣选的器皿 所以我们可以 把你的好消息 可以传扬出去 阿们 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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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